这个电视台的代表 那么非常高兴 有请到您来到IGF的2020年的会议 那么这里呢 我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想跟大家说 那么首先呢 我们这里呢 是有语言的传译 那么我们是有六种不同的语言的传译 那么一频道是英文 二频道法语 三频道阿拉伯语 四频道西班牙语 四频道法语 那么五频道中文 那么此外呢 我们在这里有120分钟的 这次高级别的这个代表的面对面的对话 那么 请大家在发言的时候呢 注意到时间的控制 好的 这是我希望能跟大家讲到的 这个会前的一些注意事项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合作 使我们能够交流 切磋一些非常有深度的一些洞见 好的 我感到非常高兴 非常荣幸 女士们先生们 我感到非常高兴 在这里 来这个组织 主持这次会议会议 那么这次我们的会议呢 讲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个互联网的治理 那么 转型 那么我们需要去使这个相关的这个数字的权利 不断去捍卫这样的这个权利 那么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所面临的这样的风险和挑战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集体的人权和安全受到的侵蚀 所以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这个方式来解决上述的一些挑战 那么所以呢 我们需要去讨论在未来我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和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我是希望能够参与和讨论今天的一些话题 那么我们请到了非常卓注的来自于不同利益相关方的代表和嘉宾 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些心得 那么所以呢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以所碰到很多的数字权利的问题 那我们将会在这次的会议中得到深度的探讨 那么所以呢 对于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举措来而言呢 我们正在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这个举措正在推进数字权利 作为人权的一部分的发展 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来加强这个话题的讨论 能够不断的剖析相关的一些问题 那么这里呢 我们是希望能够去讨论不同的这个利益相关方 如何去帮助我们去更好的捍卫数字的权利 的促进数字权利的捍卫以及标准化 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我这里呢 希望能够介绍一下各位来自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的这个嘉宾 那么我们还会有其他几位这个嘉宾会在线上加入我们 那么首先呢 我们想有请Caroline女士 那么她是来自欧盟的代表 莫尼卡玛斯芬格女士 她是津巴部委的这个通讯部门的这个代表 那么还有Vinton她是谷歌首席互联网步道者 那么非常感谢各位嘉宾 那么此外呢 还有Singo 那么也是非常这个感谢您能够参与我们 那您是这个秘书长的技术特使 那么我们也是非常的最高兴 有请到Lucio 那么她是这个来自罗马教廷的 这个负责这个数字技术通讯的秘书 那么此外呢 我们也是有请到了很多这个其他的代表 包括Benjamin Decker 那么她是这个德国联邦数字事务和运输部数据和数字政策司司长 那么还有Victor Makarov先生 她是拉脱维亚的数字事务特使 非常高兴有请到您 那么此外呢 我们也是有请到了Edison Gilbert的博士 那么她是来自这个非洲信息通讯技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那么我们也是非常高兴请到了Eginio先生 她是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副教授 那么此外呢 我们也是有请这个Teodros Bablaza 她先生那是数字支付技术专家 另外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Erin Khan 联合国意见和表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 她将会在网上参加咱们的会议 非常感谢 另外还要欢迎Mazuba Haniyama Meta非洲中东和土耳其人权政策负责人 Vocal Mia 是最后一位同事呢 那就是Vocal Turk 联合国人选事务高级专员 的确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这么尊贵的来宾 和专家成员 那么我今天的工作呢将会是很简单 那就是我在这里就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有几个话题需要同大家进行探讨 那么请求专家组成员呢 对每个问题进行一个解答 我们有一个时间的限制 那么请原谅我 如果我打断您发言的话 请原谅我 因为我必须要控制每个人的发言时间 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 那么为了帮助您 我们的同事在这里 他将会告诉您 他会拿一张这个时间卡 告诉大家您还有多长时间 所以谢谢大家进行配合 那么我们就不多复述了 我们直接进到这个问题环节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有关数据 大家都知道数据呢 它同我们的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 那么VintSurf 谷歌副总裁兼首席互联网指导师 第一个问题是给到您的 在这样一个时代数据 是一个关键的工具 它运用于各个行业来取得进展 那么作为个人来说 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的使用这些数据 那么在这样一个地区 在这样一个领域您会碰到什么样的挑战呢 VintSurf发言 是的 的确是如此 首先数据 我们需要数据来 在网络世界中进行交易 第二呢 第二点呢 就是 透明度 是我们急需的 而且是我们应得的 这样的话 人们就能够了解 需要什么样的数据 数据是怎样使用的 如何分享的 以及处置的情况是怎样的 何时处置 以及怎样去纠正数据 我们要确保数据是能够负责的 有些数据需要更高层级的这样一个控制 这是我的回答 不好意思 我一直都在听我自己发言 那么有些数据 它需要一些更高层级的监管 比如说像这个金融 医疗 以及密码 以及验证等等这些数据 还有一些数据呢 它是恶意软件 或者是钓鱼 攻击 或者是勒索软件 数据 是处在风险之中的 我们必须要保护数据 我们必须要改变它的复原理 最后呢 我们要要求问责 我们需要有国际的合作 来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那么下一位演讲人是 Cyvonne Topop 谢谢 现在把话筒交给 Alison Gilbert先生 Alison Gilbert博士 有请 非常感谢 那么有关数字 权利 那数字正义呢 我想我们要看一下监管和政策这个角度 您能 听得到我吗 那么从政策和监管这一块 我们看到在政策和监管这一块 我们需要保护更多的是 具有个人意义的这些数据 从而来保护个人的隐私 那么同时还要保护表达自由 我认为新冠肺炎 它实际上体现了这一点 我们需要超越个性化的这种隐私 来保护更为重要的公共利益的这种隐私 我知道我们需要在监管方面做到这一点 而且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为公共利益提供服务 保护公共利益的这样一个发展 另外呢 有关保护个人隐私这一块 我们 要确保 不要违反我们所制定的规则 并且我们要有 确定要看到有一些 这个积极的政策 那么刚刚谈及的这个数据这一块的讨论呢 我想说在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在全球南方来说 我们非常关注这一点 那么各位一个重要的问题呢 就是他把国家利益放在了这个核心 他实际上是针对数据的一个挑战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国家利益 他要保护信息 而且要保护各国的公民 那我想指出这一点呢 就是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 用户参与进来 那么我们 并不要说指责政府做出了什么样的错误的角色 那么 因为各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立法机构和立法的 法律的机构 但是有许多的交易 他都联系着公民 和国家 那么一个最为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 关注这些行为者之间的一些互不信任的情况 我还有十秒钟 我要赶快的说一下 比如说在欧盟 我们就 非常关注 如何要让所有的行为者都能保护公民的信息 Towardos发言非常感谢 我想快速的把关注点放在数据所面临的挑战上 首先我要强调那这是一个不平等的一个情况 包括在技术方面是不平等的 在性别上社会经济方面领域都是不平等的 首先呢我们碰到了一些网上的内容和税收的内容 它在许多国家都出现 而且正刚才有人谈及有很多的封闭的情况 第三点呢就是这个过度的监管也会给个人数据带来影响 下面呢请Thomas Schneider先生发言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的确我们都知道数据可以做很多好的事情 比如说它可以帮助人们的生活 也可以在社会经济上帮助到公民 但是数据也可以带来一些坏的事情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谁控制数据 谁控制我的数据 谁控制公司的数据 就我们看来应该是人民自己或者是公司自己 他们应该要尽可能的控制他们自己的数据 并且他们应该能够决定 他们希望把这些数据分享给谁 这个目的是什么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不应该是政府 或者是大型的公司来控制数据 那么在瑞士呢 我们关注着这一点 我们关注了哪些因素 能够在数据分享这一块构建信任 也就是说要有值得信赖的数据空间 我们现在正在制定一个自愿的行为准则 使得所有人都能够参与进来 我们在国际的论坛上也对此家里探讨 那么从长远来看呢 我们还需要各个机构 能够在全球的层面上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 怎样去做好数据的治理 非常感谢 我相信我们的下一位同志 阿门DeepSync 想会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有关数据正义这一块 我们需要从数据保护这样一个思想 思维的转向到数据正义这一块 那也就是说要给数据复权 公民能够有权利选择数据的使用方式 以及数据的分享方式 并且从这个方面的创新获益 也就是这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告诉我们的 要原谅公民 让人们有自己的选择 并且要促进全球数字契约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呢 就是数据正义 也就是说要解决数据贫穷的问题 那么在全球有许多本地的社区 公民并没有他们自己的数据集 这些数据集是非常重要的 使得他们能够应对本地的问题 因此在这一块 我们要需要帮助他们来参与到这样一个数据经济 最后呢 Vent刚刚也指出了 我们需要国际合作 特别是数据治理方案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 我们要管理个人数据 医疗保健的数据 财经的数据 这些都是比其他数据更为重要的 那这个理念呢 在美国能够获得了这样的理解 但是它在其他的地区 比如说像欧洲就没有那么好的理解 所以 另外在欧美 我们对个人数据的理解呢 也是有不同的 所以在这一块 我们也需要进行交流和进行分享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那么 Toko Mia 女士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您的看法 Toko现在已经开始计时了 下午好 我是Toko 非常感谢 的确 有关数据 数字数据治理这一块 特别是在非洲的数据保护这一块 我是来自本地的 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注意到 我们目前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公约 而且也尝试在政策方面加以治理 但是 却没有 一个适当的行动 正在进行 那么不论我们是在非盟进行交流 还是 在讨论 网络安全治理 个人数据保护 以及其他的公约这个过程中呢 南非的 网络安全法案 等等 都是在讨论这个话题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仍然是看到了 人们对此缺乏意识 缺乏接受 而且我们在数据保护这一块 我们 还需要考虑当代的政治 以及经济 以及 这到底在我们的社会中 正在怎样发 正发生着什么 所以在这一块是很重要的 谢谢 非常感谢各位嘉宾 我们 每个人发言的时间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需要 各位的配合 所有这些 能够让我们共同的去应对 一些 网上存在的问题 这样的话才能够找到解决方案 现在想要达成多利益相关方的协议 这是有挑战的 想要推出一个国际的框架和全球标准 有关数字权利的全球框架或者标准 有没有什么挑战呢 我想 Javinton Serf先生先说几句 这一次 我先把我的耳机放下来 我觉得我们先说一下 普遍人权 特别是在数字的环境下 我们想要建立一个透明度的规范 比如说数字是如何被保存的 如何收集的 然后我们通过技术 让用户可以授权谁能够使用这些个人的数据 同时我们可以建立数据保护的规范 可以有不同的访问控制 并且分享最佳实践 我觉得这是第一步 我先请Carolina 接下来发言 非常感谢 欢迎大家 大家首先呢 下午好 我是一名律师 我也是一名刑事法庭的法官 我对于律师的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 他取决我们在谈论什么 首先呢我们先从普遍人权宣言说起 还有欧盟的人权公约 我想说我们有非常好的已经建立的人权 并且有机构来保护这样的人权 在这样的论坛上 我们有共识 不仅仅在线下和线上 我们也要同样的保护人权 我们必须要共同去讨论 如何在网上去实施人权的保护 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 我们可以看到数字化的蓬勃发展 同时也看到了数字化的不良的一面 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言论自由 在另一方面 在互联网上有很多的仇恨言论 我们要确保 我们要有一个不同人权之间的平衡 特别是涉及到在线的人权 有的是很敏感的 我们实施了一个实施的平台 不好意思 我的时间到了 非常感谢 我想听Aaron Ken 是联合国有关言论自由的特别报告人 他是通过在线的方式发言 Iken女士 非常感谢 我很赞同大家所讲的 大家都认识到线下的权利 在线上也适用 特别是有这样的人权的框架 是大家对于认可数字权利的基础 对所有的联合国成员都签署了人权的原则 而且通过我们当然也面临的挑战就在于实施 所以很重要的点呢 对国家我们要来看要有明智的法规 就是要促进创新和连接性 与此同时呢我们要尊重信息权 言论自由 在线的安全 还有非歧视 看起来这是一个重大的任务 但是在人权框架原则之内 在均衡性 在合法的目标 它能够提供一个基础 同时呢能够让我们去遵守人权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框架 非常感谢康女士 我接下来请马克诺发言 非常感谢 很高兴我有机会来重复一下 康女士和前面的发言人所提到的 有关在线人权的始于 跟线下的人权是不可分割的 首先呢在网上我们可以看到 不同的侵犯人权的行为 我们不是一定要有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框架 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原则的框架 第二点呢我们有一些工具来做到这一点 这个框架对我们来讲 我们的雄心的就是达成全球数字契约 很幸运的是呢我们有联合国的技术特使 他会支持我们支持数字的议程 其中就包括了人权 在欧盟呢我们已经建立了很高标准的 欧盟人权数字权利和原则的宣言 欧盟的公民他们提出了要求 我们也非常重视外展合作 不仅仅呢是通过全球的战略来进行能力建设 并且帮助塑造一个有道德的安全的包容性的国际技术标准 最后一点呢就是多立相关方的做法是关键 我们不能够除了除非我们让公民社会参与起来 我们就没有办法讨论人权的问题 而公司技术公司技术群体也同样发挥作用 我接下来想请莫妮卡来发言 非常感谢主持人 我要感谢其他的嘉宾 感谢我们金巴布委信息部的部长邀请我们出席 并且举办本届IGF的论坛 我们拥抱了数据化 我们认为数字化是未来之路 我们在讨论全球的数字权利标准 我们看到不计其数的政策讨论 他们都涉及到了不同形式的数字化的权利 在ITU 在互联网 治理论坛 非盟 其他的国际机构都做了讨论 我所在的政府也要创建一个有利的环境 确保所有的人都参与进来 我们看到最重要的一个讨论 就是有关网络安全 AI 数字基础设施 数据保护 数字的电子商务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有关数字权利的讨论 它涉及到很多参与者 比如说政府 基础设施提供者 数据的主体 公民社会等等 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广泛的共识 这样的话来确保 在线的权利也是属于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 接下来我请班建明布瑞克发言手 非常感谢主持人 我很高兴呢 这一届大GF来到爱瑟比亚 爱瑟比亚作为一个东道主 我们可以把焦点更多的放到全球的南方 全球的南方在涉及到数据 隐私数据的访问 这些议题呢是越来越重要 在欧盟呢 已经对数字人权的原则做了一个宣言 它包含六个方面 我们可以从全球的角度来对此加以讨论 它是把数字转型放到中心 而且支持包容性 确保在线的选择的自由 推动数字公共空间的参与 提升安全性 安保 对个体的授权和促进数字未来 可持续发展 这些呢在欧盟的层面是具体的议题 我们可以看一些全球层面的普遍的做法 就而言呢 我想看一下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呢 就是首先要能够去接入互联网 比如说在学校 还有呢 就是数据的使用要有特明度 这特别是数据要能够删除的透明度 这一点对欧洲来讲非常重要 第三点呢就是算法的透明度 接下来我把话筒交给联合国的代表 非常感谢 首先呢我们有人权的标准 还有核心的一些公约 同时呢 阿曼蒂普新者刚刚也提到了人权的捍卫者 所以我们不能够被新的一些词汇所混扰 比如说数据权利啊数字人权呢 再涉及到应用 实施传统上人权 他的义务 保护人权的义务呢 是在国家的层面上 现在私营部门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办法 使私营部门对一些人权的侵犯的行为承担责任 同时呢 我们要把焦点放在具体的领域 比如说互联网的访问 还有数字的平台 在公共领域所发挥的作用 这样的一个公民的空间 我们要加以捍卫 同时呢 还有像元宇宙这样的新兴技术 它会对人权的实施和保护呢 构成挑战 所以我们要去应对这样的挑战 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发言 每一点小的改变 在我们当今的社会呢 都是围绕着数字的空间 我觉得这个空间是在转变 如果我们可以重新的安排我们的工作模式 涉及到这些正在改变的空间 它也会对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呢 产生影响 我们接下来再转向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算法 当然呢 它让我们重新思考数据啊 信息的问题 我们看到有一些倡议来促进算法的透明度 比如说可信赖的AI 但是很多人呢 他们仍然认为公众完全不知道这样的事实 那么互联网的社区能做什么 来促进推广这样的算法透明度的倡议 首先呢 我请Alison Gay博士来发言 首先我想说一下数字权利 能不能请你把话筒 放到靠近 跟你的嘴更近的位置 我想首先说一下数字权利的宣言 这些不仅仅是权利的一个组成部分 实际上这个文章 这个报告 它涉及到创新和业务 所以呢 我们要回到数据正义这个话题 我们看到算法的治理 它涉及到透明度 还有符合伦理的设计 还有人权的框架 它不允许我们去看 这些算法的治理 对它的假设是 好像我们完全不考虑线下的权利一样 这就包含法治 应用的是非常的困难的 那在我看来 如果有人权的框架的话 有一个实体的这样的一个框架 我们就可以解决这种边缘化 这种被排除在外 以及这种各种各样的对人的损害 特别是可以保护那些被边缘化的人 谢谢 我特别希望听到卡罗莱娜 阁下 阿斯塔德拉阁下的讲话 好 谢谢 同时呢 我们社会当中呢 我们要看如何能让AI呢 更加人性化 更可信任 更符合人权方面的规章 我们要非常清楚 要达到2030年的这种 可治区发展目标的议程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做什么呢 首先呢 我们要有人来进行监管 这是最重要的事之一 算法也不应该脱离我们的这个掌控 那另外就是透明度 首先呢 我们应该提高人的意识 像多组织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活动 另外设置一些标准措施 或者是认证 对于AI的制品 或者是使用AI的不同的方式来进行认证 另外呢 还可以提一些建议 但是呢 目前 是我们来 使 是我们来使AI要变得非常的可以信任 好 谢谢 我想确认一下马尔布尔先生是不是跟我们在一起 马尔布尔先生是不是跟我们在一起 马尔布尔先生是不是跟我们在一起 马尔布尔您在吗 是马尔布尔您在吗 是马尔布尔您是 是的 我在 对不起我参会晚了 那么我是这个从事人权工作的在META 所以我刚才也听到了之前的一些发言人很同意各位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 在META我们相信让人们使用我们的产品的时候 他这个产品应该是更加透明的 这是我们意见的一个核心 从由此出发再发展出其他的做法 那AI系统是可以进行决定的 我们要让AI的这些决定的变得是可以解释得通 可以被解读 其实呢它背后的机理也是人造的 所以我们要提升AI的这种可信任度 通过AI系统的卡片等等 这些都是手段 因为时间有限我就先说到这 谢谢哈利班女士 那请Schnell先生来进行回应 好的谢谢 谈到透明度 我们不应该忘记有一些专家 编写了这样的算法 他们自己都解释不明白 都说不清楚为什么是这样 但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就应该来创建这些 就是所有人都不明白的这种算法 特别是在这 比如说像银行业这样的行业当中 那我们是需要从这个行业内部来构建一些 自我监管的一些框架和指导方法 然后进而呢再来根据市场呢 来构建这种法治的方面的这个框架 比如说欧盟就有这样的法律框架 那之前呢众多的成员国 大家都同意了一个 是基于 基于这个人权宣言等等的这些 公约呢 我们构建了一系列的关于AI的原则 那我们 我们现在呢是希望能够把 这种共同的原则呢 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起来 如果提出了问题 我们就需要有解决的方法 虽然有的人可能觉得是错的 可能觉得这是不对的 但是在这个进程当中 我们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那么我要说的 就这么多谢谢 谢谢各位的分享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的是意志和决心 好 能不能再讲几句就这个问题 好 谢谢 感谢 要向我 让我有这个机会 来就是问题 发表谈话 那首先呢我想指出的 我们可能是对于不管是 机器学习或者AI呢 可能有一些偏见 第二呢 从机器学习的角度来讲 学习是通过重复实现的 它是通过大量的这个训练材料 而这个训练的材料的源头是比较重要的 它来决定是有偏见还是没有偏见 所以我们得知道这个不带有偏见的模型是什么样的 第二呢 我们进行测试的案例 也就是来进行这个偏见与非偏见的这个区别的这个模型 我们是需要测试的 那透明度这一点是很难的 算法只是很多不同的变量 以及不同层级的神经网络的一个组合 但是这个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呢 我现在能给到的解释就是这样 因为它这个实际上网络太过复杂 所以透明度也是很难实现 最后呢 我们 我们是可以 通过 一些方法来解释这个偏见的模型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但是我们不能训练这个算法来探测 特别是用这个传统的方法 我就说到这 谢谢 那接下来 路西亚 安德雅诺 Ruiz 先生 请 请讲 我觉得为了 为了配合这个 为了体现合作的意愿 然后我们需要一个更加深入的 我指的是 其实这个话题呢 要比人工智能还要深入 那 我们要明白 现在呢 是一个数字的时代 它是和数字文化紧密相连的 如果我们不了解 这个背后是什么机理 它下面是什么 它的下面的层级是什么样的 我们就无法理解 所以说要站在一个教育的角度 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它 需要用户呢 有知识来理解它 如果我们可以教导我们的用户 如何 也就是说告诉他们 在数字未来 数字文化当中生活是一个什么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以一种更透明更中立的方式 来引入AI的服务 可能方法也不太一样 好 那现在呢 为 边缘化的人群父权 有什么样的具体的做法呢 比如说性别平等 种族 不同的国籍的人等等 这些话题 有什么具体的做法呢 我觉得 还是要基于人权来进行操作 当我们看到这些 算法 它们其实只是数据而已 但是呢 这些决策呢 会影响到人 以前软件 只是输出一个结果给到人类 但是呢 AI呢 是把这些数据整合起来 输出 通过一个算法来进行决策 所以 我们就要考虑这些 技术 应该和国际的 法律框架 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框架相一致 和行业的框架相一致 比如说 卫生健康领域 它呢 就是很传统的一个 行业对于政策来说 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我们是需要 数字的方面 以及域名方面的这些工作呢 能够对这些涉及卫生和健康领域的工作呢 提供保护 谢谢 那我们确实 现在我们知道 在网络空间当中应该问一个问题 我们该如何来保护 这些边缘化的人 我们有这样的风险 我们对于更少数的这个人群的忽视呢 可能会导致多样化的削减 所以我们要考虑共同性和特别性之间的关系 这在学界都有所讨论 长期来讲 主流人群和被边缘化的人群 这个角色可能会互换 这些殖民统治下的社群 他们的少数派人群 在不同的空间当中处境是什么样的 非洲现在呢 是充满流动的一个空间 所以 我 那政策 制定政策的人 他们可能 没时间读书 我觉得这方面我们有大有潜力可挖 好谢谢 感谢你分享的看法 现在请Tiujo Besta来分享他的观点 推动数字权利是很重要的 我想说我们应该尊重数字权利 在专家组的讨论当中 在私营领域 他们发现着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很多这些互联网的自由派 他们实际上是对于法律和 这个实际上 数字权利和数字访问这方面提出了一些挑战和质疑 那么有请 这个Caroline 那么给我们讲几句好吗 好的 非常感谢 那么我觉得对于整个这个互联网来说呢 我们在这里是有很多的一些被边缘化的群体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应该对这些被边缘化的群体给他们进行付权 那么我们不应该去区别对待 不管他们的这个社会的背景和他们是什么种族等等 那么我们不应该进行区别的对待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要面临的风险呢 是现在已经有的社会和经济的这个不均等的现象 可能会被加强 所以呢 我们需要去密切的关注 这方面对于这个一些这个 比如说像假新闻 还有一些这个阴谋论 我来自于这个乌克兰 那么我们知道呢 对于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呢 这方面是有一个信息战 那么实际上呢 也通过互联网所进行的一个这个信息战 那么在这方面呢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风险 而且呢 这个妇女呢 也是面临网暴的状况 所以呢 这意味着我们的这样社交媒体 我们需要去删除那些这个包括反游这样的仇恨的言论 那么必须在24小时内删除上述的这些仇恨言论 那么我们需要去确保 这个是否 是否真的违法了我们的规则 如果是的话 我们必须要去确保 这个最多不能超过七天 需要把相关的这个不良的信息删除掉 那么这也是我们需要去进行沟通和讨论的 好的 非常感谢 那么 Victor有请 那么刚才呢 我们也是 讲了很多 那么关于这个数字权利 那么实际上和我们的这个 其他的人权的也是一样的 那么 那么尤其是法治和言论自由是都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我们相关的群体应该是有表达的权利 那么他们应该有权利来这个表达自己的权保护自己的权利 那么 如果你比如说在线上或者线下碰到了一些威胁的话 那么你需要去 有这样的权利能够去进行 这个自我的保护 能够去 有发声的权利 有发言的权利 那么首先呢 第二呢 我们需要有这相关的一些这个框架来帮助我们去打击一下这个 仇恨言论或者说是网报或者说是煽动暴力这方面的一些言论 那么我们在周三呢 我们会有一个欧盟的数字服务法案的一个讨论 那么也会有相关的问题 会讲到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审查 那么所以呢 第二点呢 我们需要去 不光是对于社会进行教育 而且对于执法部门进行教育 那么在执法教育这方面呢 我们需要去确保我们相关的这些框架和法案需要得到遵守 那么我们需要 有很多的有资质的人员 有这个技术技能的人员去进行执法 好的非常感谢 有请Andrews 好的 非常感谢 我是Andrews 那么首先呢 关于这个人类 对于人性 我们需要去尊重这个尊重所有的人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们是无法建立一个社会的 更不要说数字社会了 那么首先呢 第二点呢 人是需要相互尊正的 我们需要去尊重别人 别人也需要尊重我们 那么第三点呢 我们需要去促进教育 我们需要去了解相互的这个不同 才能够更好的去找到共识 达成共识 来帮助我们解决分歧 那么第四点是教育 包括家庭 社会的教育 因为呢 我们并没有内生的能力 去了解别人 去了解别人的一些这个想法 帮助我们找到这个办法进行 这个合作 所以呢 这在数字世界呢 也是如此 好的 有请 好的 非常感谢 那么首先呢 我想说 我想讲一下这个 付权 我们需要去对那些 被这个 边缘化的全体的经营 让他们去付权 得到付权 能够去 来这个 对他们的权利进行深锁 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这个代表性 我们需要有 公民社会的这种代表性 那么我们需要有这个不仅是 在这个互联网的治理论坛上 那么也是不仅是在 对于女性来说 那么包括性别的这个平等 包括LGBT的群体的这个权益 那么还有 我们需要去这个支持 上述这些群体的这些需求 我们需要去倾听他们所需要的这些需求 并且给他们提供一些支持 那么我们需要有这个 有些 结构化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对于那些 边缘群体呢 是有一些这个歧视的 所以我们需要去解决这样的歧视 那么我们需要有一个全面的一个方式 来解决上述的问题 那么我们需要去告诉他们 我们需要去给他们这样的父权 使他们能够告诉我们 主动告诉我们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他们的需要是什么 所以这是我觉得这个这种父权的意义 好的我们 还有Mazuba 那么他是在现象参与的 那么有请您跟我们讲几句好吗 好的 我想各位嘉宾都说的非常的不错 那么这里呢 我想表示这个赞同 那么 我觉得呢 有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共同的一个理解 关于这个 为什么这些障碍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理解 那么大家讲到了 就是说殖民性 殖民的问题 那么 以及相关的一些影响 那么 还有这个您讲到了这个代表性 我们需要采用相关的一些 这个工具 包括了包容性 对于相关的一些关键的问题 的解决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我们需要去进行 投入教育和这个数字的技能的培养 那么我们也需要使这个相关的这个互联网的工具 能够更多的去触及更多的人 使更多的都能够使用 那么我们需要去加强我们的能力培养等等 这是我想想到的一些问题 好的 非常感谢 那么我们这里呢 看一下别的问题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生态系统中所 提出的一些问题 那么 大家是不是 看到了这个像 数字殖民的出现 那么在 全球南方 数字殖民是不是造成了任何的这种 风险和威胁 我们如何去回答这个问题呢 有请 以及牛 那么数字殖民的现在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也是吸引人的普遍的关注 那么我们现在有这个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的概念 那么尤其是在这个数字化这方面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际遇 那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 一个例子就是Uber Uber的这个很多的是很多的这个南非的司机能够通过Uber 去这个从事这个互联网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司机和低视的这个服务 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看到这个数字的殖民 那么我们看到这是它是和这个暴力和这个像枪支息息相关的 那么我们看到了有这个比较 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啊 还有些其他的一些这个主义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殖民主义进行了批判 那么目前呢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工作 比如说我们听到了这个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海底的这个电缆 那么海底的电缆的建设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进展 那么还有很多的一些企业对于这些发展呢也是进行了宣传 那么他们是希望能够去帮助我们发展非洲的 那么非非洲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面临很大的一些压力 那么我们需要和这个别的一些这个地区进行这样的这个竞争 我们需要可以去可以可以去进行发展 好的有请Victor 那么好的我觉得坦诚的说呢 我觉得呢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框架 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框架并不是特别的合适 那么我觉得对大的科技企业来说 他们是不是就剥削了所有的这个人呢所有的客户呢 那么对于欧洲的是有GDPR的法案 那么也通过这样的GDPR的法案进行了这个监管来避免我们数据的滥用 那么此外呢他们也做了 对于一些这个假新闻呢假消息也是有些人采取了忽视的态度 那么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地区和国家都出现了假新闻的状况 所以呢我觉得未来的一个解决方案呢就是我们需要去建立相关的监管的框架 我们相处需要学习 那么不仅在欧洲 而且呢还有别的地区 我们需要相互去支持相互去学习 我们需要去建立这样的这个合力 监管的合力 来帮助我们去应对困难的一些问题 那么即便是来自一个比较小的国家 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些工作来采取上述的这些问题 那么在这样情况下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框架来进行国际间的合作 好的有请Monica来跟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好的我想说呢我们都同意 我们知道这个数字的这个力量呢 包括给我们带来了像满足了很多我们的需求 比如说像教育啊健康啊金融管理体系等等 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监管的论坛呢 也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很好的想法 来帮助我们去加强这个数字的团结 尤其是在全球南方 那么讲到数字权利这方面呢 还有数字的这个平台和数字的技术这方面 全球南方在这方面呢 我们在这个标准的建立这方面做的还不够 那么我们应该是 实际上应该更多的参与到标准化的制定 使我们能够在全球南方更好的去 去寻求这个数字化的解决方案 比如说像在中国印度和其他的一些国家 那么在标准化这方面呢 也是做了很大的一些领导性的工作 那么这个中国呢在全球南方 那么也是很多的这个ICT的 这个指导原则的制定者 那么中国呢也成为了吉马部委非常可靠的 在这个信息通讯领域的很好的合作伙伴 那么此外呢 印度也是向我们表示了这个 我们可以使全球南方的国家 能够在电子银行系统和其他的一些 数字化的这个系统这方面起到引领的作用 还包括伊朗也也做了很多类似的工作 那么我在这样的一年一度的这个论坛中呢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去分享相关的这些信息 那么加强南南合作 在这个数字化的南南合作这方面 能够在机网开来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发言 好的 有请 有请Victor Kumir 好的 非常非常感谢 我是Tokumir 那么关于数字殖民 您能讲的麦克风近一点吗 好的 这个全球南方呢 在政治上 在经济上 和社会上的所面临的情况 和全球北方是不一样的 那么 所以呢 这样的这个分歧呢 或者说分化也是造成了一些 这个偏见 那么所以呢 在全球南方 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发展和一些创新 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满足 那么这里呢 是有这样的一种漩涡 或者说是信息的黑洞 那么刚才您也讲到了 像Uber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么Uber实际上使很多的这个人 能够去做司机的工作 那么还有Netflix 视频网站等等 这方面的科技的独角兽 那么正在利用这个数字经济的不断的发展 来推出新的一些系统 来帮助我们来这个发展数字的经济 那么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地区 都是如此 那么很重要的就是 那么考虑到数字指名 他们是在两个方面都在发生的 它包括数技术能力发展 基础设施 还有技术的管理这一方面 还包括创新 以及我们如何培养和创建一个 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基于这些数据 那么我们要怎样确保自己是安全的 那么非常感谢Toco 非常感谢 Alison发言 非常感谢 的确是这样的 我们目前有许多的数据分析 都导致了这一些机会和伤害的 不平等的分布 那么在历史上 我们也看到这种社会和地利的不平等性 它体现在国家方面 那么这种伤害呢 它包括有价值数据的这样一个分布 以及社区被边缘化 没有被代表 以及很有可能社区会经历各种数据驱动的这种系统 那么这些政策 这些政策以及监管所带来的影响呢 它们的确是令人担忧的 我们必须要找到这种治理的这种毁灭性 它的根源是什么 并不是说要在这个过程中精进解决系统性的问题 而是要关注这个数字殖民以及去殖民化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处理好几个方面 包括不平等 解决殖民化 并且要应对各种形式的这种风险 数据殖民数据扫盲 以及治理的应用 所有这些呢 很多它同去殖民化是没有很紧密的联系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平等的获取数据 而不是通过法律的应用来应用数据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Mazuma 非常感谢 我觉得数字殖民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需要关注和有争议的话题 特别是在数字空间和技术领域都是如此 对于我们南方国家 对于我们的这些社区来说 他们的确就这一块来说是比较脆弱的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要理解这一块 它影响着我们的社区 它影响着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当它出现的时候 我们受到了其影响 那么我们应该讨论该怎样去应对这些影响 那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需要得到我们的回答 并且我们也要更深入地了解 数字殖民到底是什么 而且我觉得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才能够制定战略来应对这些挑战 Benjamin Brick先生有请 非常感谢 的确我觉得 数字化从总体上来说呢 它能够跨越数字殖民的鸿沟 能够弥补数字鸿沟 那么在全球北方中 我们也有这个互联网的问题 因为我们所处在的方式就是 法律架构和政策 那么您刚刚有同时谈及印度 那我很高兴你谈及了印度 他们实际上是拥抱了数字化 他们并不关注这些威胁 他们只是希望要有这样一个市场 然后把市场做大来解决这些财富的问题 那么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呢 因为我们谈及了数字权利 那印度所面临的挑战呢 就是数据隐私问题 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在这一块 我们要同各国政府进行一些数字对话 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政府非常关注 推行数字对话的一个原因 在欧盟我们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创新的环境 那我们也希望全球南方能有这样一个环境 那么下一个问题呢就是 缺乏政府的能力是否会影响到互联网北关闭 那么这种能力的鸿沟是否能够被弥补呢 我再次强调我的问题 缺乏政府的能力是否会影响到互联网被关闭 那么怎样去弥补这种政府之间的鸿沟呢 Benjamin发言的确互联网被关闭 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但是我们在这里并不仅仅代表着政府 我们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型 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论坛 我们要请求各个利益有关方都参与进来 来确保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或者是说一旦发生了能够很好有效的解决 我认为我们不要反对这些全球的这种情况 但是我们要找到解决方案 现在有请Motsvanga阁下 非常感谢我同意我的同事所说的 那就是我们需要保持连接性 要随时都能够自由的访问 这就是我们人民的权利 在冲突期间互联网被关闭呢 很有可能是一个政府的一个措施 来避免在这个期间会有数字的平台 或者是社交平台来传播宣传 或者是假新闻这些信息 那么当然了大部分政府 在南方的大部分政府都需要有这样一个机制和人力 来应对这种数字平台 另外呢 我们还看到数字权利 它不应该违反其他的人们的权利 利于其他的权利来说 数字权利必须不能滥用其他的权利 或者是限制其他的公民权利 使得这些公民没有办法享有自己的权利 因此总体上来说 任何国家的功能都是去保护公民 不受到任何暴力 那么国家必须要采取各种措施来保护 所有公民的私有权利和人权 非常感谢 那么TOKO发言 我想谈谈互联网关闭的问题 那么 我同意 刚刚同事所说的 我们的决策者呢 以及倡议者 以及激进主义者 他们有责任 发表自己的主张 并且针对互联网被关闭而发言 来确保 人们能够更好的获取知识 在与此同时呢 保护人权 人权 是有责任的 因此在这一块 我们必须要确保 互联网的关闭 是有理有据的 特别是在非洲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因为在冲突期间 的确是有互联网被关闭的情况 在埃塞俄比亚 我们最近签署了 和平的公约 那么这是在三周之前签署的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继续确保网络的联通 非常感谢 是的 您刚刚谈及 这个互联网被关闭 我们要考虑 这被关闭后面的理由是什么 是因为资源的问题 还是技术的问题 还是政府 他想掩盖什么 或者是避免暴力 还是什么样的情况 或者是说 政府希望人们不要再指责他了 那如果是最后这样一种情况的话 我觉得是不可以接受的 因此 如果是前两个理由的话 那我认为我们有更好的方式 而不是去关闭互联网 我们要找他解决方案 我们有打击违法的内容的这种方式 我们需要有一个监管的系统 能够清晰的认识 什么是表达自由 什么是违法的内容 那么在过去十年 我们有许多的传统媒体和网上媒体 我们要把这些传统媒体 和其他的平台利用起来 我们不想政府 或者是大型的技术公司 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实的 什么是不正确的 就是社会应该所决定的问题 应该讨论的问题 而不是政府的这个指责 非常感谢您的这个观点 非常有价值 非常感谢 有关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问题 那么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提供互联网的服务 而不是关闭这个服务 但是如果我们看看研究 这包括一些大型的抗议啊 军事政变呀 运营啊 等等这些内容 很多地区的问题等等 对于我来说这些问题越来越多的 是影响到了互联网的被关闭 和能力的被关闭 阿森汉 那么您对这一块有什么样的看法 的确 我看到有些国家 它没有这样的一个数字 或者是技术的能力 那么有超过一半的 欠发达国家 他们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做到这边的 他们只能是关闭互联网 或者是让互联网的速度减慢 那么在冲突期间呢 这是他们唯一所要做的事情 当然了 这也是会造成巨大的灾难的 因为有很多人 他们需要使用这样一个服务 来获取收入 政府也通常声称 关闭互联网是有各种国家安全的理由 或者是控制仇恨言论的 或者是控制假信息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也要注意 关闭互联网 它实际上也影响到了人权 违反了人权 人权的违反 它是会持续的 在关闭互联网的过程中进行的 因为它影响到了 新闻工作者的报道 所以关闭互联网的作用 它是非常有限的 这就是为什么人权 联合国人权机构 都非常一致的表明 互联网的禁用 是不合法的 它违反了国际法 而且是 包括减缓互联网的速度 也是违法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必须要证实这个问题 而且弥补数字鸿沟 谢谢 现在我想请 Lucio Ritz给大家发言 那我想分享一下呢 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 这是从一个文化的角度来提出的 因为我们认为使用互联网 这个数字世界 它实际上是一个工具 那么我们要谈谈数字文化 因为我们要谈谈决策者 领导人 所有这些方面 因为如果我们不讨论这一点 从一个文化的角度来看 我们就会滥用这些危机的管理工具 因为 一旦有这样一个危机 就使用这种工具的话 它就是一个滥用 如果我们是这样管理的话 那么我们对危机管理的做法 就是有问题的 那么 因此呢 我们要通过培训教育 和来管理社会 那么 而不是说通过关闭互联网 这种方式来管理危机 我也呼吁 我们采用多立相官方的观点 让我们共同的去创造一个 有关数字使用的新现实 在我们非常优秀的嘉宾发言之后 接下来我请联合国人权的特别专员 来给我们做一个视频发言 感谢观看 抱歉这个视频现在音频没有放出来 人权能够让我们表达我们的人性 信息和通讯技术极大了改变我们互相连接的方式 我们在当前的体系当中看到了很多不足之处 互联网使用在低收入国家22%的人呢 他们的使用仍然是在很低的水平上 而没有达到91%的普遍的利用 数字鸿沟不仅在性别和地理上有很大的鸿沟 有29亿人现在没有联网 而且呢他们因为不能上网就不能够接受到 重要的信息 在2016年到2021年 我们看到有一个话题 就是有74个国家当中报告了931个互联网断网的情况 这些工具呢它不仅仅是违反了人权 同时呢也对卫生的体系电子商务教育等等都造成了干扰 他们同时呢也会影响 比如说正常的选举的进行 良好的治理呢取决一个包容的有意义的参与 我们听到在很多领域呢 在电子的空间 我们都看到一些有关违法行为 有一些对于犯罪行为的批评的意见 同时呢会把很多信息标注为错误信息和有害的信息 通过间谍的网络工具 他们可以把一个手机变成一个监控的工具 它影响到在线的公司 它而且呢会导致暴力和歧视 作为国家我们要有去设置人权的保护栅栏 社交媒体呢 现在主要集中在全球的南方 我们需要投入足够的资源 能够在每个国家去安全的运行 我们要鼓励社群驱动的过程 我们要鼓励人们给他们父权 让他们设计自己的数字权利 并且支持当地的技术生态体系 并且推动公司和政府行为的透明度 这对我们实现共同的数字工地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需要一个同样的一个承诺 去将互联网让它能够值得人们的信任 并且是能够排除错误的信息 联合国秘书长推出的全球数字契约 我们希望在2025年能够得到大家的 2024年得到大家的一致通过 它给我们提供一个同样的统一的语言 让我们去应对这些挑战 能够确保所有我们基本的权利 特别是在数字空间 各位尊敬的来宾 互联网所带来的微轮比的价值 就在于它给我们一个承诺 这是我们在201975年之前的人权宣言 就已经有愿景了 那就是人们都有权利通过任何的媒体 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去访问信息 并且能够使人类能够相互连结 让我们努力去做到这一点 非常感谢Voktor 是联合国人权的高级专研 他刚刚对我们提出的话题 发表了意见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的嘉宾呢 想要反思一下 我们如何考虑到有不同的政府的架构 去应对数字权利 这个复杂的问题 接下来呢 我们对话要到最后的阶段了 我会请每一个发言嘉宾30秒钟来做最后的总结发言 先从Sup先生开始 好的 我想利用我前面节约的一些时间 来代表非洲的企业家 说一下非洲的数字权利的议程 我们有不同的做法 我们倡导普遍的平等的访问互联网和数字权利 并且去部署和开发工具 能够保护隐私数字安全 我们有一个报告叫做包容的支付体系报告 合作的网络 我们跟联合国和银行都有合作 非常感谢 欢迎大家访问我们的网站 我认为全球的南方 他们可以加强自己的信心 尽管呢 跟过去相比 不仅仅是在数字的空间 当然我们面临的一些障碍 我们看到有一些数字上的冷战 我们要反对这一点 我们要意识到创新 再加上人们的新的想法 有很多是来自东方 来自西方 来自南方 我们不能够简单化的说 来自某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要建设一个 更加包容性的数字空间 经互联网治理论坛 我们都知道开放性至关重要 让所有参与互联网的人 都能够参与进来 这样我们使多力相关方的模式 能够保持下去 它是开放的透明的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去实现 更大范围的可互操作性 数字的合作 可访问的互联网 它应当是可负担的 它能够保护用户的权利 而且去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 我们要提供必要的资源和工具 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有效地利用互联网 接下来 我请Manzhouba 来做最后的总结发言 非常感谢 我只想说 我非常感谢 给我这个发言的机会 跟其他的发言嘉宾一起 出席本次会议 我们都对AI透明度做出承诺 我们要跟边缘化的群体合作 来促进包容多元性 这样的对话是非常重要的 只要需要的话 我们永远会为此做出努力 汉女士请发言 我认为呢 我们有很多的共识 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 多立相关方的论坛 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我们要能够衡量 有哪些具体的进展 我们不能够只有空谈 我们必须要能够去解决实际的问题 因为数字是对我们的未来至关重要 非常感谢 好的 我会非常的简短 我们必须作为社群 作为多立相关方 和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 必须要携手合作 能够保护人们的数字权利 它不是南方对北方 它是开放 是民主 而且我们要面对的是残酷的政权 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汉子博士 非常感谢 我们真正的挑战 就是 不仅仅我们要讨论权力的问题 我们要探讨社会公益的治理的问题 经济正义的治理的问题 我们要有全球层面的治理 想要做的这一点呢 就要把全球的数字工地 把它看作是真正的一个公用品 通过一个全球的框架来确保当权的 现在一级其不平等的机会的和财富的分配 让我们提供一个在数字空间更公平的去服务所有人 接下来把话筒讲Vitos 人权是普遍的 不管在线上还是在线下 不管在哪个地区 我们必须要团结一心 跟机构一起来实施数字空间的人权 同时要确保我们采用多立相关方的模型 同时呢 我要感谢埃塞比亚主办本届的IGF论坛 非常感谢 接下来 我要感谢东道主 感谢主办方 感谢所有的发言嘉宾 我觉得政府通过多立相关方的模型 我们将持续的创造一个有利于数字权利 繁荣发展的有利环境 访问互联网 所有人都能够访问互联网 是一个基本的权利 我们要有更强有力的ICT 以及我们要有相关的打击网络犯罪的法律框架 非常感谢 我只想讲两点 问设计先说 请大家记住呢 我们现在的规模比过去大多了 现在有50万 50亿人都上网 还有30亿人要上网 所以我们要考虑到我们要实现到目标的规模 第二点我们要记住 个人机构和国家的层面的责任 和问责制是至关重要的 它能够帮助我们在线上去保护人权 非常感谢 Caroline 我想讲几点 首先呢 我们在讨论找到解决方案 来应对未来的挑战的时候 人权必须是我们的指南针 第二点 我们要达成共识 如何将国际法转化 适应新的科技 在IGF 特别是在高级别的讨论 在Winster先生的领导下我们有很好的机会来展开合作 最后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关于我们未来想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我们要利用所有人的力量 非常感谢 Singer先生 互联网 是 最接近于全球良心的 他能够帮 尽管他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我们要持续的有信念 去捍卫他 不管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以人权的标准呢 他都是我们的启明星 我想回应一下我的同事 所有的这些问题 都是在我们在 走向更加现代化的道路上会遇到的 我们需要相互彼此照顾彼此的关切 需要彼此尊重 谢谢 这样的权利 我们关注的应该是 迷合数字鸿沟 我们应该考虑人本身 在数字时代 大家所有的人都是参与其中的 所以也很重要的是 要在数字时代重视人权 那我的观点也是类似的 在数字时代 如果你想实现团结和平 公平竞争 我们需要坐下来 探讨 然后对于我们共同的一些价值呢 进行探讨进行 达成一致意见 来探讨这些规则 来 商议 那么在这个方面呢 IJF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这样我们才能逐渐地去实现 选择数字 契约 好 我们今天的尊贵的 演讲人的 演讲得非常的精彩 我们中间有一些不平等 有一些不公平 探讨这样的话题呢 对于我们 承担责任 促进人类的进步和互相尊重 促进团结都非常的重要 目前 是我们进行干预的 一个好时机 我们已经走了很长的路 我们还经历着其他的一些灾难 未来的任务很艰巨 所以现在是我们该行动的时间 我们该进行干预的时间 未来 会是 我们未来将会实现的数字民主 和相互的尊重 是我们今天的贡献所达成的 所以我们请做出各自的努力 做出各自的贡献 为这些工作做出重要的贡献 我想感谢 2022 IGF论坛 感谢 埃塞尔俄比亚政府 感谢联合国日内瓦所有的 促成这次论坛的同事们 感谢大家分享你们的冻结和经验 当然我们的今天的这个 990秒钟 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我们非常感谢各位 感谢你们的贡献 现在呢我宣布会议结束 了解 你们的贡献 请你们的贡献 啊 你 不财 买 您是 您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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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